港商刘希勇遭酷刑逼供致死9检察官获刑,中共央视女主持人刘芳菲的丈夫,港商刘希勇,被酷刑逼供致死案日前宣判,审讯小组9名中共检察官被判刑,据网上流传,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,刘希勇在去年3月被审讯时被剥夺睡眠,和遭受酷刑80小时后死亡广告。 南华早报报道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,10月23日作出判决,被告首席审讯许学哲,被判入狱15年被告周敬军被判入狱11年被告调查组组长赵伯中因独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,还有6人被判处15个月至3年有期徒刑。 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有一点不同,报道称许学哲是以故意伤害罪被判入狱,13年一名代理人表示,刘希勇家属反对法院的判决,希望以谋杀罪定罪,而中共官媒未对此案进行报道。 此前有中国媒体人透露,中共有关当局指令,对刘希勇这死案不报道,不转载,不评论刘芳飞本人9月7日晚,在微博发布的有关庭审的微博,也遭新浪微博删除。 据悉9名被告中共检察官,全部是来自吉林延边,在刘希勇死后不久这9人被拘留,之后遭到起诉。 根据网上流传的起诉书显示,刘希勇在被剥夺睡眠和遭受酷刑80小时,后于2017年3月死亡起诉书中包括刘希勇。 遭受酷刑的一些骇人听闻的细节当局称,2017年3月在靠近中朝边境的一处审讯室内刘希勇被蒙上双眼,审讯小组将他绑在一把椅子上,并将其双腿捆绑架,在前方椅背上起诉书衬。 审讯小组对刘希勇采用蒙眼,交代封口,马桶塞桶口鼻,锁持次绞心等复刑。 审讯到第五天的时候即2017年3月19日午夜审讯者多次将刘希勇的上身折叠到他的腿上,直到他失去知觉住第一户人员。 未能救活刘希勇香港星岛日报此前报导称,中共官方在对刘希勇进行尸检时发现,刘希勇有七个地方骨折,包括胸骨和肋骨,属窒息死亡,而起诉书表示,验尸报告,说,刘希勇全身有多处骨折,鹰口鼻,被封等多种因素,导致机械性窒息死亡。 9个中共检察官事后企图毁坏审讯室内的录音设备,此案引起了外界对中共警方在审讯中所使用的残酷手段的关注。 刘希勇是香港尖杀嘴军仪酒店老板,2016年9月刘希勇从香港飞往北京,在机场失踪,他的家人四处寻找。 2017年3月中共当局对他的家人通报了死讯,今年9月7日天津市第一中级法院开庭审理,这起案件9月9日罚广,引述知情人士的观点称,刘希勇有三重保护层都未能够保护他年雨被刑讯致死。 第一他是香港公民,第二他是富豪,第三妻子刘芳飞是著名中共央视花大刘希勇是70年代末期,中国第一批留美学生哈佛大学毕业后到香港经商,一度成为拥有几十亿资产。 德富豪1990年代末刘希勇因涉元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案而被中纪委双规,并被关押过一段时间。 朱小华因受贿罪于2002年10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刘希勇在重获自由后,便与中共央视美女主持人刘芳飞相识并结婚。 刘芳飞曾被称作中共央视内部台花,2016年11月,刘希勇被指涉嫌诈骗供应亚洲两亿多港币贷款,因为道庭应讯遭香港法庭通缉令,随后刘希勇一直失踪,直至去年4月传出离奇死亡消息法广,曾援引中共高层知情人的话披露。 刘希勇被查的主要原因,是涉及替高层起前级俗称的白手套,刘希勇在审讯期死亡非常蹊跷,外界盛传他的死亡与中共政法系统的腐败有关,更被称为是海武德死亡案的翻版。 另据港媒披露刘希勇的背后,涉及中共前政治局常委李兰星、刘云山、前最高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等江派大佬,以及最高检察长等一大批政法系统的高官。